这就是过去的社会 以后永远不带有的 当下这个社会可能发生吧 过去的社会就这么唠壳 你认不认我这哥们 你认我这兄弟不 你要认 这事我就给你摆 怎么摆我都给你摆了 摆不了我都给你摆 但是你这边要犹豫 所以哥们你拿妥了 能摆就摆 摆不了垃圾不倒 是不是这样 人实在 闲个一瞅 没说啥 但是心里边也没底 你说这边 打门狗 关振民来了 关振民带了五个兄弟 算他六个人 而且你一瞅那五个兄弟 这里边怀的 全家的抢 关振民没拿 啪插门一打开 一摆我手 姓哥 一歪脑袋 瞅眼小贤 瞅一眼于永庆 瞅眼李电起 啥话没说 这五个兄弟 随着关振民 哐汤往屋里一进 王大庆啪插这一站起来 来来来 民子 来来来 你看他这一勾手 嘎巴这一握 坐 坐 庆哥 后边那几个兄弟 给我坐下 五个兄弟一瞅 关振民 啪一摆我手 都站着 哥呀 电话里说 你看老弟也说挺明白的 是不 说你看你把老弟找来了 老弟这边不能说啥 但是我该说的话 我都说完了 是吧 庆哥 天大地大 我兄弟伟大 人都没了 我没别人想法 啊 你妈的小贤 还有你永庆 你俩都得死在这 王大庆一百二手 民子 还让哥说话 我 你说吧哥 这么的 民子 说这个昨天晚上的事 前因后果 哥也都知道了 说你看这事整的吧 这大水通龙王庙 小贤是我铁杆的哥们 啊 懂啥意思不 你再一个 你们昨晚做的也不对 本地流氓 你欺负人这外地人干啥呀 有事你给我打个招呼 你问问我呀 妈这不问我 你上去 你头给小贤脑子打的 你看看 你看看脑子 庆哥 说话咱得讲理啊 我就打成什么样 我兄弟是不是也没了 怎么还比我兄弟死了 事大咋的 你别说那个 要论不对 是你们不对 你不找人查的话 妈这人打你啊 打贼不好 打你干啥呀 这么的 说那个啥 哥也知道你们现在没有啥名 这事我替你做主啊 不是别的 嗯 二十万 行吧 不少了 哥呀 咋的我兄弟命就值二十万呢 再加五万 加五万 完之后呢 哥大庆 我找会儿哥们 社会 你就点名 大庆市你认为谁好使 你就点名 哥全给你请过来 玩我当大伙面啊 跟你敬两杯酒 是吧 咱给你兄弟 也开个追悼会 完之后呢 再二十五万一给你 差不多得了 兄弟 说你看 庆哥不能说别的了 好哥们 给哥点面子 贤哥可是话听着 也不能支声 因为没轮到自个说话 哎 余永庆也是 也不能说话 关键民一抬脑袋 哥 我不要钱 不要钱要啥呀 人都没了 干啥呀 非得干死一个俩的 有啥意义 别想了 哥知道你厉害 哥知道你狠 哥也存心拿你当弟弟 拿你当兄弟 说你非得闹啊 不好的呀 哥 咱都是大姓的 我关键民这人咋样都行 但我兄弟没了 我就受不了 那你给人家兄弟 看那比一样呢 那他活该 你胡说八道你 什么玩意活该呀 哥 怎么不活该 他去哪不好 非得上他妈大姓招惹我 我没干死他 是他便宜 你知道不 姓哥 王大姓听着话啊 原本是挺乐呵的一张脸 哎 脸啪叉着一掉 眼睛一斜了 啪着眼睛一斜了 下瘾王大姓 怎么的 啊 怎么的 他活该 姓哥 我不是冲你 我跟他们早就有仇 不是我不管你们有没有仇 今天我说的话好使不 我就问你一遍 啊 关志明 妈的我不管你咋想啊 大姓谁他妈不给我 王大姓面子 催牛逼 我就问你二十五万 我另外再给你张了一座 我跟你敬两杯酒 有面子了吧 差不多少得 听见没 啊 拉倒得了 哥 我不同意 贤哥这边啊 小贤坐不住了 哎 小贤这人也人意 贤哥趴着一百万手 一拍大姓 大姓一回早的 啊 贤哥一伸手 兄弟啊 说你真要比量的话 行 我也不欺负你 你在大姓等着我 我从长春调兄弟过来 咱俩咳一下 行不 如果说我长春的兄弟调过来 我打不过你 你把我小贤干掉 你把我做了 你把我打死 我都不再眨下眼睛的 啊 我现在承认 我打不过你 我没有兄弟 我整不了你 放你妈屁小贤 我就干你 我今天就干你 信不 王大姓 妈的跟谁俩去 小贤你别吱声的 贤哥一瞅 王大姓来劲了 贤哥这时候也不能说话 但贤哥这句话吧 说的挺有大哥那派的 你这时候 你不能让王大姓 一直替你说话呀 你贤哥得拔个头啊 露个尖啊 说你看 王大姓啪叉一拍多子 拿手一指挥呢 这事聊也得聊 不聊也得聊 啊 关真面 这话就是我说的 行与不行 啊 都得这么地 民族 我提你杯酒 喝不喝是你的事 啊 这杯酒我敬你 民族 你自个看 大姓一杯白酒 一样不着干了 往桌面上 啪叉的一摔 关真面给人一瞅 清哥 比我呢 不是兄弟我不开面 说我这个事 我实在心里受不了 我心里边委屈 王大姓一瞅他 啊 委屈 他这一歪了脑袋 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细节啊 这一歪了脑袋 旁边谁呀 这小哥 瞅眼王大姓 直接拽出来了 盯着你 王大姓一瞅 委屈 那委屈怎么意思 啊 委屈想咋的 委屈得打他呗 那哥明白了 这意思 王大姓在你这没面子 清哥说话 没面子 是这意思吧 啊 是不是这意思 清哥 你也别逼我 啪叉子一下子 就得一句话 清哥 你也别逼我 副委是干啥的 为什么说副委 是大姓第一杀杀 他拿的是五四 跟方片他们拿的是一样的东西 啪叉子一下子 从肩胛骨给打贯穿 五四是什么子弹 七点六二 那玩意打着要命 关人民给这坐着 从肩胛骨穿过去不说 人给打一栽了 直接躺地下 啪 哎呀 清哥 一喊清哥 身边四五个兄弟要拔 副委王起着一战 一比了 别动他 谁动他打死谁 啊 听不听见 谁动打死谁 啪叉子一下子 一个兄弟 这边说谁 关人民的一个兄弟 当时都有这动作 往出抽 副委趴着拿枪一顶 谁也不敢动他 但其中一个小子 他想往回场 他想收回去 副委当时也紧张 哎 啪叉一下子就 当时就给打手腕上了 筐汤子一下 打透了 骨头给你打碎的 基本这手以后就残废 啪呀 啊 清哥 我答应 啊 我同意 你真同意啊 那你要同意的话 那行 咱可说好了 就那么地儿 完事家里死那个兄弟呢 我该给拿钱给拿钱 该跟你喝酒喝酒 把你这伤 回头自个儿包包一下子 清哥就啥不说了 啊 走吧 清哥 行 你护得了他一时 你护不了他一辈子 你啥意思啊 不想了啊 清哥 宰大庆我给你面子 咋的 他们回长春了 我给我兄弟报仇还不行啊 哥 啊 他回长春我打的不行吗 清哥 我给你面子了吗 哎 你妈 到底是南下回来的 打不服 也不知道你们这种人啥思想 兴许你们南下这帮人都这样 有那骨子劲 饿了 哎呀 那不同意就垃圾不倒 啊 不同意就拉倒 你走吧 啊 你走吧 行 清哥 谢谢 不用谢 负啊 哥 送他走吧 啊 给他送家去吧 啊 明白了哥 打王大庆旁边 框框朗朗一过了啊 站到身边 走吧 清哥 啥意思 啥意思 清哥 王大庆一瞅 咋跟你们有关系啊 滚 这四个老弟都蒙了 来的时候都听虎着 遇到富伟都蒙蔽 消息 四个老 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